Welcome to ITHandigan Tutorial Manscaped 那接下來是第51個Tutorial的第4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拉下來看一下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就是我們要在這個 這個 MateMethod裡面去執行這個Store Procedure 那我們先來到這個dbContext Wave.cs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先search這個Method 等一下喔 先search這個 那我們先把它放上來 我們現在是在這裡 那我們這邊已經有1pk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再新增一個class 新增一個Store Procedure這個部分 那我就整個先copy一下 整個先copy一下 它是同一個method 1 2 3 4 5 貼上 好 然後稍微 import一下 這個delete呢是等一下再來說 然後這個部分呢是屬於 這個部分是屬於update 等一下再來說 然後那接下來是這個部分是屬於銀色 等一下再來說 我們要說的部分呢 就只有這個search的部分 就只有search的部分 那search的話就只是長這個樣子而已 到目前為止說的search 就這樣 等一下喔 Store Procedure 等一下喔 它是在這裡 好 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search的部分呢 就是從這邊 這個 181 182 183 184 185 對 就是直到這裡 從488 181到188 就是這裡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要來講解的部分 當然呢 好 那我們還是要先改一點東西嘛 好 那我們要先去這個 好 這個是 好 T1048下體線02 allinsert 好 那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allinsert這裡 這個T1048 02 allinsert 把它打開來 好 打開來之後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把它去search 在我們的 好 search在我們的這個online game裡一下 好 這樣的話 我的這些 好 然後gamer還有gamerdetail就會被reset 好 那 呃 這一個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這裡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去管 管這個program.cs 好 我們稍微改一下 好 那我們去 欸 在這裡 program.cs在這裡 那我們就整個 好 改一下 改一下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就是跑一個stop procedure 跑完stop procedure 就是看守點relign 好 它就會停在那邊 好 那我們這邊呢 看一下講義 好 後面應該就沒了 後面就migration而已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先講解這個所謂的search 好 先講解這個所謂的search 好 那我就先 好 我copy一下這個東西出來一下 好 待會比較好找 好 那 search的話 好 我們就來先看一下喔 首先在這個db context way這裡呢 好 我們就是這邊主要是要來執行這個stop procedure 所以呢 好 就是透過program.cs 好 一開始的時候 每個method會先跑 跑完之後呢會跑db context 會點asp 跑到asp之後 他就會跑這個method 那這個method呢 他會做什麼 他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就會先create一個新的db context 然後這個db context呢 我會把它放在這個usearch裡面 所以他底下這一坨東西 跑完之後呢 他就會去release出他的memory 好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 就是db context.stop procedure 然後他是search的方式 那這個search呢 就是他什麼參數都沒有給 所以呢 就是當我們用for each的時候 他就是會 就是應該會有17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 先把 這個是4.8.1的部分 好 那我們先看10.8.1的部分 等一下喔 好 跑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4.8.1的部分 就這裡 他其實就是跑出17個gamer 就全部17個gamer 然後那接下來是4.8.2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先把這個關掉 好 那4.8.2的部分呢 4.8.2的部分呢 我們就要開始要給他一些condition 我們要跟他講說 我們的這個id要等於2 id要等於2 那 他應該就會給出只有一個 因為就是只有一個id等於2 那我們再來看4.8.2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4.8.2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他就只有一個id等於2的 好 那我們來看4.8.3 那4.8.3到底在說什麼呢 4.8.3呢 4.8.3呢 其實在這裡 它其實是怎樣呢 它其實是說 OK 那我要名字裡面有TEN的 好 名字裡面有TEN 然後那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它是不是就列出所有名字裡面有TEN的 好 你可以看到名字 好 這個名字是有TEN 這名字有TEN 好 所以這邊每個都有TEN 好 那這個呢 就是 所謂的這個search by 它的名字 所以你可以放不同的參數在這裡面 都沒有關係 好 那接下來就是名字有TEN 並且它的email是有I的 好 再說一次喔 名字有TEN 並且它的email是有I的 然後接下來把它列印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是屬於名字有TEN 而且它的email裡面是有I的 有沒有看到這是有I的 這是有I的 所以呢 就是這幾筆資料 好 那接下來是這個485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就是名字有TEN 並且它email有I 而且它是女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呢 名字是有TEN 並且email裡面是有I 好 email裡面有I 然後而且它是女性 好 Gender是female 所以這邊就是完全符合資格嘛 就只有我剛才說的那一筆嘛 好 然後那接下來就是名字有 email裡面有TEN 可是呢 它的這個 好 這個經驗值 是大於3001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email裡面 好 email是有TEN 好 email在這裡 email裡面是有TEN的 好 而且呢 它的這個經驗值是大於3001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經驗值 好 這個大於3001 大於3001 大於3001 好 所以經驗值是有超過啦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 好 好 好 那再來看下一個 好 下一個的話是名字有TEN 好 經驗值 好 接下來是經驗值 好 大於等於3001 然後等級大於等於19 好 那錢是大於等於 好 好 所以就這筆資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你可以增加多個 好 好 就是透過Dementic T-SQL它都會使用同一個 同一個 同一個 那個SQL 同一個Execution Plane 這樣的方式呢 你就可以增加你的這個效率 那我們同時在search的時候 好 因為我們有設這個 你可以看到在我們DbContest裡面 好 在我們DbContest裡面 我們又去改它的Header 好 它的Header就是裡面有很多這個 等於Node這樣的一個參數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其實我們就不需要給多餘的參數 我們只需要給 有必要的參數就好了 好 那當然 這個是比較好的寫法 我覺得是這樣寫的 那如果你想要有更好的寫法 你就去用更好的寫法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實用的寫法 所以我在遇到Stop Procedure的時候 我都會特別小心 好 那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